字幕提供 滿城風雨的模型 是嗎? 就一定 搶到才行 今次要介紹的就是 究極的風頭枕 RG New Gundam FF 和 N3Gray New Gundam 本身 簡略 就著福岡 1比1的RX93 FF 貨櫃 有六樣 精品會器 封蓋地搶 第一 RG New Gundam N3Gray New Gundam 接著就是 Taylor make for New Gundam 的Gundam Base 另外還有 Robot 的New Gundam FF 再加上 一個 Q版的 SD Form New Gundam FF 和 哈魯波 的 福光限定 超合金還未出來 沒錯 所以原則上應該是七個產品 現在已經出了六個了 超合金幾次出來 未知 未知 未公佈 竟然 是 是不是等香港人可以去 才知道 OK 沒問題 最重要的質素 好 Ricky Them 師兄又贊助我們 多謝跟著 Thank you Ricky 多謝 多謝 Ricky 都是好人 好 剛才說了 有什麼封蓋產品 另外最麻煩的地方就是 你怎樣買到裡面的產品呢 第一 抽籤入場 關口一 等一下 我不明白 抽籤入場 可以進去買東西 可以這樣說 即是那個 賣物部 是 要抽籤才可以進去 我未搞清楚 究竟是場地要抽籤 還是買東西的抽籤 但是anyway 怎樣都好 第一件事要抽籤 所謂抽籤 是去後抽還是網上抽 網上抽 第二 每人只限買一套 每樣一套 一套 一套的意志 就是我剛才所說的六保 未有七保 所以變成其實 但一定要買完 不是 你選一套都可以 你去到你會不會這麼兇 走去只買一套 玩家就會 但去到那裡 坦白說 九成是炒家 因為本身這套五保 其實普遍現在在日本的必定價 萬六至萬八日圓左右 其實已經回落了 怎樣都好 我反而想說一句 就是這些只是會場限定 不是數量限定 即是大家肯等 你沒有什麼好心急 你沒有什麼好特別的愛 等下 沒有問題 你沒有模型砌嗎 你砌了你家裡的模型嗎 不是 你問是你老婆 另外我也賣一些廣告 我要的東西其實就在桌面 另外這個哈魯波和SD的 New Gundam FF Toy Speed必見 我沒有用的 好了 真是說回一盒 這些重點 再說吧 其實本身今次 這個我沒有記錯 好像香港也有省三百多 原價大概是多少錢 德國 應該是100元左右 100元左右 其實真的100元左右 炒貴三倍 賣光了 三百五十多 不要管 賣光了 三百五十多 等下吧 真的不值這個價 封面也是一貫的 一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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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貫的Entry Grade 側面也會有本身 一些介紹 這次Entry Grade的技術 成品等等 等等等等等等 能否看得到 做到 好 平靚正 事實來的 裡面的版件 其實這一抽就一模一樣了 時間關係我剪開了 因為我砌的 要看的地方 其實最主要就是 拋 咦?在這裡嗎? 不好意思 原來你試了一片 但它應該有點藍色 不用怕 是嗎? 有錢我還沒買 買不到是還沒買到 是 還有一句 如果你真的用三塊幾去買 我強烈建議你等下 真的沒有需要 三塊幾也不太貴 這一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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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盒應該一塊水 是啊 是啊 而且德哥 因為我很少玩Entry Grade 現在我看一些板件 其實都不算很Entry 都多的 是 其實本身 很多件 重點 Entry Grade 其實它的概念就是 盡量不用你上色 是 所有東西 或者所有顏色的拼湊 是跟足圓柱的 以及你是不需要用任何組件 你只用一隻手 就能拼湊 因為它 一推出來一拼就完成 它本身的鑄口位 是非常幼和細的 所以為什麼在它的盒面 零零射射會有這三個標誌呢 不用膠水 不用剪 不用油 沒錯 這就是Entry Grade的強項 很坦白說 它雖然說是Entry Grade 但是 的確我只是針對說 New Gundam這盒模型 是灌注了Bandau的黑魔 即是黑技巧 即是無論是裝組 拼湊 一些甲口位的處理 或者佈置 到目前為止 售屋 或者其他的品牌 我同意 是完全搞不定 因為這個顏色 它是有一點Matte Color 做得很好 是啊 而且它的白色 是有一點Matte底 是啊 它做到牙色 做得很好 但是如果你有些水紋 你用小砂紙磨 是磨得走的 是 這一隻就是普通版 正常腰筋版 我也是沒有用膠水的 基本上 這個是什麼版 其實是跟 這隻 這隻的 但是不同顏色 我這個就沒有一支 它這個沒有盾子 沒有盾子的 你Entry Grade一定給最少的東西 因為它有的 對 重點都是它 最主要是多這塊東西 對 當然其實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這隻手 它本身的造型手 是很醜樣的 這個 做回 跟回 會場 對 所以你買兩盒 你有這個造型手 其實整件事真的不同了 噢 這個是有漂亮的手材 Bandai 真的很壞 耶 你遲些還玩一下EG 再出一個浮油飛翅炮套 一定 但是出15元 想怎樣呢 是啊 沒錯 還有核彈 是呀 還有砌出來 哇 這樣的質素 當然了 這個是膠貼 就可以將這個 複光板的高達 盡量重現 嗯 即不去到日本 都可以看看 是 可以大致上 都隨便看一看說明書 它這個Andre Gray 最搞笑的就是眼睛 平時高達那些 1-144模型的眼 是用貼紙的 是 因為它兩隻眼睛 旁邊是一個黑框 是 它Andre Gray 所以這招就高了 這招真的很高 沒有想過實物體是可以的 我先慢慢移動一下 現在我覺得這個Andre Gray 其實跟HG已經好像很接近 不是啊 它是HG 更漂亮 HG 抱歉 其實它應該是比HG更低級 可以這樣說嗎 可以這樣說 但其實 不是 我覺得 因為最初那些Andre Gray 就是最簡單二拼 那個 但其實它這個 其實它都簡單 我覺得 它的造型已經很 因為 1-144 很多時候都會有些地方 要打磨的 但是這個反而就不用 這個沒有 很厲害 你看我這個是沒有打磨 所以它的頭 你有沒有深鮮 有 有 少少 嚇死我 這樣都可以看到頭 好 接下來 台座也要講一講 為什麼我會特別介紹台座呢 因為它本身多了一張貼紙 重點多了一張貼紙 這個就是成品 這麼鬆的 是 它本身 它是靠這個 我沒有戴這個架 這麼搞笑 是的 其實它除了 單體可以做一個承托之外 它本身也有其他的部件 可以給你拼湊 可以給你拼湊不同的機體 也在這個插座上面 有四個左右 甚至五個的款式 給你選擇 無論是支護軍系 聯邦系 SD系 它都可以用這個鑽頭 插頭 就可以擺上模型的顯示 好了 好 然後 真的 皮肉了 沒錯 其實本身我相信大家 最主要是想入手就是這一盒 嘩 這個盒好巨型 如果純粹說的尺寸 它跟一般的RG去比 它是多了很多版件 跟沙殺皮一樣 一一樣 一一樣 厚一點 厚過沙殺皮 對 跟沙殺皮差不多 面積就是 高度 這個再厚一點 厲害 因為 開了 波了些什麼 先看看板件 一堆的 本身大家有組裝到這個 這個RG的NEW GUNDAM 應該都很熟 不過其實我想說的 板件其實沒有什麼特別好看 這一張水貼 唯一一張水貼 李魯美 我不完全不明白 它又有貼子又有水貼 是的 但水貼是哪些部分呢 最主要都是在阿姆羅的標誌 大便的標誌就是水貼 細部就是貼子 其實也很厲害 不過貼子不要用 過白是很煩 不過 本身其實有一些金屬顏色的貼子 譬如說是手肘 腳肘 那些金屬表現的地方 我也強烈建議大家用這一張 不過 其實 我不推薦你買一些邪道的東西 但是 你就是強迫我 水貼就沒有什麼 搞不好 你用膠貼 你用膠貼 坦白說 你用膠貼最痛苦 我不是說 你不是不用膠貼 用膠貼是可以的 但本身你太多留白位 你以為每一張 這裡我想都 一百四十幾張 我就是不只 抱歉 原來 真的不只 我看你這裏有二百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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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瘋死人嗎 瘋死人不重要 你最慘的是這些膠貼 我一定會飛邊 你飛邊 然後你這裏二百張 全部飛邊 你想想多痛苦 膠貼如果飛鞭飛得太緊要 它的磁力是不夠的 是啊 你說得非常對 所以其實 坦白說 我自己會用的貼 金屬色 這一堆 眼睛 圓的 其他那些 我真是 堅持用膠 當然 比如說尼爾金鎮的裙甲 飛鞭我都比較容易 我都會考慮用 但這些我搞不好 你叫我剪二百多張 我肯定 見到這些 這麼多留白位 我真的接受不了 所以我一定是水貼 沒辦法 搞不好 有很多朋友是喜歡貼水貼的 不過我絕對不是那種人 林寶棧 好了 真是又繼續講版件 為什麼我這麼喜歡講版件呢 都掃一掃一張說明書先 大致上都會介紹 為什麼會有這部RX-93FF的出現 當然 其實重點就是 它的Long Range Thin Funnel 它有沒有故事的 如何自圓其說 本身就著RX-93FF New Gundam 在New Gundam 亞姆羅大衛設計員 有這個浮遊飛翅炮 我是叫浮遊飛翅炮的 本身其實 它報稱威力不算很強 另外也有考慮過 因為其實 當有New Gundam這個數體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作戰方案 是有想過的 正常的格鬥戰 即使用浮遊飛翅炮攻擊 一些 HWS系統 Full Armour系統 而這個FF 其實最主要都是針對 對藍戰 用一個New Type 再加這個Long Range Thin Funnel 我姑且亦做長距離浮遊飛翅炮系統 本身它的浮遊飛翅炮系統 是會包含了米加粒子炮的功能 所以大家其實看到那個 貼那線地正的PV 你看到阿寶和這個馬山 兩條人都拿著他們所屬的 Long Range Thin Funnel 去當劍格 華山論劍 遠距離攻擊大量的 核彈 都是用這個裝備 大致上就是這樣 好 其實為什麼 都是那句 我繼續說版件呢 這次 New Gundam其實有很多超大量 重複了的零點 重點其實就是因為它的分析 你會見到 腳 拳頭 有一些位置 特別是腳的後甲 它是跟New Gundam不同 它是用了兩種不同顏色 一種灰色一種白色 所以變了 今次這一堆東西 就再多一倍 的膠 就是招呼一些灰色和白色 要分開件的零件 所以變了在 碎料方面 是封蓋那麼多 另外 你又不得不稱讚它 它也真是跟回 就是覆光的New Gundam的造型 頭部 特別是這個天線 是不同的 它用了新件來做 本身面罩 它跟 這個 RG的面削是不同的 它照用新件去做 它是不是新頭和舊頭都在 在這個盒子裡面 只是面罩 我會不會可以比較一下 剪了一個角 你會見到這隻角的造型 是跟New Gundam有少少不同的 它再多多少少情報量 另外 一個最大的 最大的分別就是肩膀 肩膀它原本由一塊甲變成兩塊甲 令到它可以直接做回當時 即是現在 在福岡 舉手的造型 即是這裏 它有沒有做Discrate 是有一改善的 是的 我看看有沒有彩圖 可以給大家體驗 第一張那張圖 它沒有做到那個招牌姿勢 我看看有沒有招牌姿勢 算了 這個動作是否看到 少少 大家看到本身 其實它就這樣站立 就這樣的形態 本身這次肩膀就分了兩折 它在下半折 再揭起 讓你做到這個向天舉手的姿勢 好 板堅說了這麼多 猜不到 最重要 就是這支東西 Long Range Thin Funnel 我成功地今天用了一天時間砌了 因為我砌一支砌是用一天的 因為本身要磨擾性 OK 沒辦法 我的手腳又慢 看到其實大家要買的 就是買這一支東西 而為什麼我這麼建議要砌 砌呢 就是這樣用 一般的收納形態 或者在這個艦射出來的時候 大致上是這樣的 我轉一個圈給大家看 其實就這樣說這支炮 已經是五眼六色 本身它其實你看到的板件的顏色 有藍 灰 紅 黃 黑 銀 什麼都有 看到其實整支炮的造型很漂亮 當然 為什麼 無緣無故要有支這樣的東西 做賣點呢 始終你只是一個1比1的 New Gundam 動了在這裡 你沒有三個支點去支撐它 其實這個才是真正的 沒錯 但是 有支這樣的東西 是帥的 你問我 好了 鑽完轉一個圈 有什麼花筍玩呢 飛行形態 竟然是可以變形 其實不是變形 很少東西 只是把兩邊抹開 10度 不過 這裡可以揭高一點 讓外觀更好看 小一點 而重點 就是支炮 是有連動的 看到本身 一些淺色的地方 我用灰色滲線 深色 例如灰色件 藍色件 紅色件 我用黑色滲線 這是我個人喜好 當你 在這個機翼尾 向後拉 你就可以將它變成一個發炮形態 可不可以表現多次 向前推又行 嘩 好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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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的 又轉一個圈 大家看看炮口 這些路 都是那句 你玩這個 RX93FF 其實就是 拿這支炮來FF 所以 我都砌砌好了 讓大家大致上看到這支炮是怎樣 其實最後要多說少少 這一支RG的LONG RANGE THIN FUNNEL 是大個EG 那一支 一節 至於為什麼 我不知道 是故意做不到 這支也是1.144 對 這一支是大一點 可能它有那個連動 也不是 算了 砌好了再和大家做個比較 好 今集玩了 那麼多 稍後見 我請說 點個EG 話 不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